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到近处一看 才发现自己刚才那一箭竟射进了巨石里 李广师多岁就开始闯江湖 使正值汉文帝在位时期 匈奴在汉朝叛徒中行说的唆使下 对汉边境进行了疯狂大骚扰 汉文帝只得征兵守边疆 以阻止和抵挡匈奴大军的入侵 当时李广选择了从军 因为他射数高明 在边疆射杀入范的熊 奴士兵最多 所以名声大震 被汉文帝垂青 他先是被封为狼中 至六百时 不久又被封为齐长氏 至八百时 汉景帝继位后 李广被封为齐狼江 至千代 平定七国叛乱中 李广在栗战宫 被封为萧席独位 至两千代 那时候 李广还不满三十岁 失忆已达到了汉朝官职中的最高级别了 可谓人中龙凤 这样的资历 放眼整个朝廷也是很难找到的 汉文帝曾评价李广深不逢时 如果李广深在高祖大江山的年代 封个万故侯根本不在话下 而汉朝的死对头匈奴 则称李广为非将军 都对他为恐避之不及 为此 唐朝的王昌龄在出赛中 还发出这样的感慨 秦时明月汉时官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是龙成非将在 不叫胡马杜阴山 然而 尽管李广在边疆上 打出了响当当的名号 但他的一生也正如汉文帝所说的那样 生不逢时 在文景之志的年代 汉文帝和汉景帝都主张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 进行怀柔战术 这使得非将军李广空 有一身武艺和一枪热血 却报国无门 光阴如白居过戏 李广已过了知天命之年 他原本以为 自己就将这样在边疆和匈奴打打闹闹的游戏一生时 上天终于降给了他大任 汉武帝继位后 对匈奴主战 这一次 他自然也没忘了这位军事奇才 而李广自然也会格外珍惜这难得的一盏雄风的机会 必将以百倍的努力来回报汉武帝 结果李广率第四路军从燕门关出发 非将军岂是浪得虚名的 他这一路率军战无不克 功无不胜 很快就大刀阔斧的向北推进 也许是这么多年憋得太久了 也许是他太想表现自己了 也许是被局部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总之当匈奴士兵突然从四面八方出现 将李广大军围的水泄不通时 他才清醒过来 明白自己中了匈奴人的诱敌深入之际 清敌冒尽注定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 面对铺天盖地的匈奴大军 李广所带的一万军马显然微不足道 因此尽管他有通天入地之本领 此时也无理回田了 一场激战 李广大军全军覆灭 匈奴人消灭了李广的飞虎队 而且还生擒了这位仰慕已久的飞将军 高兴的就像西游记里妖怪们 升擒了唐僧那样 兴高采烈地把李广押回去 向君臣缠于妖宫 就差没放鞭炮 放礼花了 面对匈奴人的得意忘形 李广采取的对策 是装昏作死了 他躺着一动也不动 如同昏死过去了一样 匈奴人见状 就放松了警惕 奔走了几十里路 活死人李广在麻痹敌人的同时 自己的体力也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眼看十几一道 他没有再迟疑 开始亮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使出了五大绝技 灵蛇出洞 汉帝八宗 顺水推舟 横扫千军 扬长而去 灵蛇出洞 只见李广一个要的翻身 一个鲤鱼打挺 一 各一鹤冲天 说时时那时快 非将军精准地蹦到了一个 离自己最近的匈奴骑兵的马上 汉帝八宗 那名匈奴骑兵 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转眼间 李广就双手一摸一把 将他身上的弓箭夺到了自己手中 顺水推舟 拿了这个匈奴骑兵的武器 李广一招俯花手 就将他推落马下 然后自己勒住将绳调转马头往回跑 几个动作一气呵成 快如闪电 横扫千军 面对后制后绝的匈奴赤兵的阻拦 李广搭弓就射 剑无须发 顿时逆国者王 横扫千军 扬长而去 神剑手有剑在手 便如虎天翼 自然无人能掠其鹰 无人能挡其归鹿 尽管匈奴人多势众 但也只能对李广行注目力 看着他扬兵而去 总而言之 李广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虽然倒霉到了家 被匈奴主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全军覆没 但终究还是就回了自己这条老命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